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乔老爷新闻评论时间 我是乔学英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请按订阅键 并向你的朋友们介绍我们的视频 今天是2020年6月7号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是 接着上一个视频的进一步讨论 上一个视频中 我们讨论了 为什么成威团队发表的 新冠疫苗第一期临床时间结果会引起争议 这次是要对这些争议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这些争议部分的讨论也是很长 有五个争议点 所以我决定把这五个争议点的讨论 再分成两个部分 叫做第二部分A和第二部分B 这样就不至于让大家一次花太多的时间 第二部分A含三个争议点 第一个争议点是 为什么没有超过60岁的受死者 第二个争议点 疫苗的注射量是不是太高 第三个争议点 这个疫苗的毒性是不是太大 第二部分B包含剩下的两个争议点 那就是第四个争议点 人体带有的预存腺病毒抗体可以减弱免疫的效果 这种疫苗还有竞争力吗? 最后第五个争议点是 这个疫苗诱发免疫力的能力不足 应不应该放弃继续研发呢?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第二部分A 首先让我们来检视第一个争议点 为什么没有超过60岁的受死者 成为团队疫苗第1期临床试验 一共招募了108个健康的受死者 可是年龄都在60岁以下 这就引起了大家的质疑 他们要问 为什么没有年龄超过60岁的受死者呢? 新冠肺炎本来就是对年长者的危害更大 他们不是更需要疫苗吗? 年长者群体不是一个更需要保护的群体吗? 的确 提出这些问题非常的合理 合理到什么程度呢? 合理到加拿大的一位疫苗研发专家 Alison Calvin 对年纪大的雪雕都进行了疫苗的测试 我们知道 雪雕也就是ferret 是科研人员用来研究新冠疫苗和药物的常用的动物 雪雕很有意思 他被感染后也会发烧流鼻涕和打喷嚏 一般来说 做动物实验都挑英军潇洒的年轻力壮的 还没有看到过有挑老弱病残的 可见科研人员对年纪大的群体有多重视了 那么陈威团队为什么没有挑选年龄超过60岁的志愿者呢? 原来陈威团队是担心他的疫苗对年长者可能是有毒性的 这个担忧在他们的论文中表现得清清楚楚 他们是这么写的 他们过去的研究显示 疫苗对年龄交大者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反应 也因为如此 在这个临床实验中 没有选择年龄超过60岁的志愿者 有人或许又要质疑 成为团队好像是在耍赖 哪有因为疫苗可能对60岁以上的人有毒 就不去测试60岁以上的人群的 如果你的疫苗真的对60岁以上的人群有毒 那还能用吗? 如果你不对60岁以上的人做有效性测试 你的疫苗有价值吗? 最需要疫苗的人正是60岁以上的人群啊 你的质疑又是十分合理的 可是也真是冤枉了成为团队 其实成为团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保护他们的志愿者 试想 如果你明知道疫苗可能对年长者有毒 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疫苗用在他们身上 不是在让他们冒险吗? 所以他们在临床实验的第一期内 先在英俊潇洒年轻力壮的志愿者身上 找出一个安全的剂量 再在第二期中把这个剂量用到年长者身上 即使这个年轻人的安全剂量对年长者还是不太安全 但是这个剂量会大大的减少对年长者的伤害 我们就以现在这个临床实验为例吧 有关这个临床实验的具体内容 你们可以参阅前一期也就是64号视频 那么这个临床实验显示 对年轻人的安全剂量是中剂量足 而高剂量足对年轻人的副作用就有点高了 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年长者包含在这个第一期的临床实验中 那么这个实验的高剂量足对年长者的副作用可能就不是那么有点高了 很可能是非常高了 或许还可以高到出人命的地步 可是这个高剂量足在对年轻人的临床第一期试验中被证实副作用有点大 而在临床第二期中被剃除了 而临床第二期只用了低剂量和中剂量这两种用药量 成威团队又在第二期的试验中纳入了年纪超过60岁的志愿者 这样不仅可以通过临床第二期试验 得到疫苗是否对年长者有害或者有用这样的信息 还可以大大减少对年长者的可能有的伤害 难道这不是一个智慧和善良的行为吗 当然了 有这种智慧和善意的科学家不只成威团队一家 比如英国剑桥大学正在研发的新冠疫苗的第一期 临床试验招募的甚至都是55岁以下的志愿者 剑桥大学的疫苗也是用腺病毒作为载体的新冠疫苗 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去批评他们呢 那是因为他们第一期的临床试验测试结果 并没有作为论文公开发表 而成威团队的测试结果是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的 所以那就会引来更多的关注和争议 如果成威团队在第二期临床试验之后再发表结果 许多争议可能会自然消失 当然了 如果专家和记者能够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 这只是一个临床试验第一期的初步结果的话 也许也就没有这些争议了 好 现在让我们来检视第二个正义点 疫苗的注射量是否太大 成威团队使用的低剂量是每个人注射500亿个 作为疫苗的病毒颗粒 500亿个 有专家认为这个病毒颗粒的数量实在太大 比如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的Paul Offit医生认为 这个试验中所使用的低剂量其实已经是一个高剂量了 他表示这么大剂量的病毒颗粒的使用 是他建议放弃这个疫苗研发的第一个依据 那么这个剂量是否太大呢 剂量的大小究竟是如何衡量的呢 其实病毒载体疫苗剂量的大小是相对的 病毒载体疫苗剂量越大 副作用自然就越大 有些副作用甚至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可是剂量太小又不能诱发足够的人体免疫力 这就是一个平衡 所以研究人员要找的是一个平衡点 在这个平衡点上的用量 既可以诱导足够的免疫力 又不会引起太大的副作用 那么怎么大才算是大呢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如果大到对人体产生危害了就是太大 成为团队的结论是这个疫苗是安全的 可是我认为下这个结论还是太早 因为这个试验的人数太少 以及这个试验缺乏对照族 但是由于高剂量族已经显示了可能的副作用 而且成为团队也已经抛弃了对高剂量的使用 所以这个试验的中剂量可以说是这个疫苗接近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最高的剂量了 这个剂量是每个人注射1000亿个病毒颗粒 而这个试验的低剂量是每个人注射500亿个病毒颗粒 由于这些量都是在临近人类可以使用的最高点上 所以它是属于在偏高的那一端的 当然还没有到不可使用的程度 只是我会建议在使用的时候要根据你自己的病时 自己身体的状况与你的医生进行充分的讨论 或许还不太清楚 这里我想举个例子来更进一步的说明一下 成为团队在2017年也研发了一款 同样以腺病毒作为载体的Ebola病毒的疫苗 那个疫苗的最佳剂量是每个人注射800亿个作为疫苗的病毒颗粒 可是在高一档的每人注射1600亿个病毒颗粒的高剂量种当中 有一个有哮喘历史的44岁的女性志愿者 在注射后的第五天 因为哮喘病爆发而死亡 虽然最后的结论是与疫苗的注射可能无关 但是毕竟哮喘病的爆发与病毒感染 包括腺病毒感染还是有些关联的 即使是成为团队本身 也后悔没有弄清楚这位病人的哮喘病历史 否则他们是不会让这位病人参与试验的 所以如果你有严重的哮喘病 要看清楚这个疫苗是不是适合 至少在打疫苗前应该要让你的医生知道 那么成为团队为什么要用那么高的剂量呢 那是因为即使在这么高的剂量上 可以诱发出足够让新冠病毒消失活性的抗体量的人数 才达到50% 还能再低吗 那么有使用病毒做载体 但是用量可以更少的疫苗吗 有的 前面提到的英国剑桥大学的新冠疫苗 是以一种不同的腺病毒作为载体的疫苗 他们在第二期临床试验中使用的量是 低剂量每人注射100亿个病毒颗粒 中剂量每人注射250亿个病毒颗粒 高剂量是每人注射500亿个病毒颗粒 他们的低剂量要比成威团队的低剂量小五倍 另外美国耶鲁大学正在研发的利用一种叫做VSV的病毒 为载体的新冠疫苗 用这种病毒做载体可以使用更少的量 VSV病毒其实是一种动物的口腔炎病毒 这种病毒对动物有害却对人类没有太大的伤害 不但没有太大的伤害 而且人类对这个病毒的免疫反应非常的强烈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病毒颗粒就可以诱发足够量的免疫力 至于能够减少多少个病毒颗粒的使用 由于这个疫苗还在研发之中 所以我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比较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类似的病毒载体 在Ebola疫苗研究成功的例子中 来感觉一下它们的不同 Ebola病毒自从在70年代被发现以来 一直对人们造成恐慌 针对这个病毒疫苗的研发 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获得成功 成为团队在2017年成功研发了 以腺病毒为载体的Ebola病毒疫苗 这个疫苗的使用剂量是每个人注射800亿个作为疫苗的病毒颗粒 而以VSV病毒为载体的Ebola疫苗 也与差不多的时间段被成功的在美国开发了出来 它的使用剂量是每人只要2000万个作为疫苗的VSV病毒颗粒 这个疫苗就是在2019年底被美国FDA批准的第一个对抗Ebola病毒的疫苗 成为的腺病毒载体Ebola疫苗的使用量是VSV病毒载体Ebola疫苗的4000倍 注射剂量差异那么大 那么它们的效果如何呢? 它们的真实效果还很难在人的身上做实验 因为你不能把一个注射完免疫针的人在人为的把病毒弄到他的身体内 看看还会不会被感染 所以只有做做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发现现病毒载体Ebola疫苗在为每个黑猩猩注射几百亿个作为疫苗的病毒颗粒的情况下 可以为77%的黑猩猩提供保护 看到没?还不是100%的 而VSV病毒载体Ebola疫苗居然在对猴子注射的疫苗量哪怕降低到只有每个猴子只注射10个作为疫苗的病毒颗粒 猴子也能扛住致死量的活蹦乱跳的Ebola病毒的感染 解释到这里 大家应该对经过改造的作为疫苗的病毒载体的注射量有个自己的判断了吧 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正义点 那就是这个疫苗的毒性是否太大 陈威团队的这个临床试验发现有9%的受试者有三级副作用 三级副作用也就是严重的副作用 有科学家就认为9%的受试者有严重的副作用 说明这个疫苗的副作用太高 比如根据CNN报道,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的Paul Offit医生认为 这个实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9%的病患有副作用 这个结果不是一个好的安全信号 他表示这么高频率的副作用 也是他建议放弃这个疫苗研发的第二个依据 可是这个9%指的是低、中、高三个组的总人数的综合数据 他们忽略了陈威团队在报告中提出的 他们将在以后的实验中剔除高剂量组 而剔除后的严重不良事件的频率从9%降低到了6% 不过我还是会认为6%的副作用改变不了Offit医生的判断 因为6%还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 但问题是这个6%代表的是副作用的数字吗? 别忘了这个6%是没有对照组的数据 所以现在还很难下定论认为他们就是副作用 就连Offit医生也只能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安全信号 他也不敢用副作用这个词 所以这就更需要进一步的试验 也就是第二期的临床实验来理清了 陈威团队的第二期临床实验是有对照组的 人数也达到了统计功效80%所需要的人数 那是一个具有黄金标准等级的临床实验 那个实验的结果应该可以回答Offit医生的有关副作用的质疑了 所以Offit医生不要过早的下结论 请耐心的等待吧 讨论到这里我们讨论完了第二部分A 至于第二部分B的内容 让我们放到下一次继续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请按订阅键 并向你的朋友介绍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